2月13日美国参议院70票对29票通过了950亿美元的法案 950亿美元的法案是分在哪里呢? 主要是有601亿元援助湖克兰 如果美国整多601亿元援助湖克兰的话 美国至今援助湖克兰的钱已经去到1700亿美元 也很夸张 所以近日欧盟通过了500亿欧元去援助湖克兰 相比来说其实美国的支持依然是有机会是最大的 不过这601亿美元能否去到呢? 参议院通过了,还有众议院嘛 好,再说回了 通过了这950亿美元当中有601亿元是援助湖克兰 另外还有141亿元是援助湖克兰 100亿元是用于冲突地区的人道主义援助 好了,950亿元参议院通过 但是众议院就说我不会通过字 因为我有很多事要做 还有其他紧急的事是需要通过的 好了,再说回这601亿元对湖克兰的援助 美国参议院通过了之后 很多方面都发声支持 发声最激烈,最积极的就是北约的秘书长 斯托尔滕贝格 他就说 你们快点通过吧,参议院通过了 请众议院也通过了 因为中国正在密切注视 有关中国事? 你美国通过这个援助湖克兰 为什么要关中国事呢? 斯托尔滕贝格就说 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湖克兰取胜 就会被其他人释放 向其他人释放一个讯号 原来一个国家可以通过武力实现目标 这就会把世界变得更加危险 你们是不是在说美国? 美国一直都是在做这些事 用武力去实行他的目标 他现在就说美国要快点通过这个方案去援助湖克兰 让俄罗斯赢不了 俄罗斯赢不了的话 就让世界看看 俄罗斯不能单凭武力 去入侵湖克兰 从而达到他的目标 所以你要快点批钱 但是正如我所说 过去几十年 全世界有哪个国家 最终要用武力去实现他的目标 很明显就是美国 不用说了 他就说 今天乌克兰就是明日台湾 所以为什么要关中国事呢? 因为中国正在密切 关注乌克兰服势 所以你参议院通过了这个方案 请众议院快点通过 你不给钱的话 中国会密切注视 因为今天乌克兰就是明日台湾 也不知道什么道理 这个是北约的秘书长 当然了 斯托尔、腾贝甲一直都在说一些没什么道理 好像有道理 最后发现没什么道理的东西 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们看看中方怎么回应 中方就表示 自从俄罗斯和乌克兰冲突爆发以来 中国的始终立场就是 确守客观和公正 继续劝和速谈 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提供中国的智慧 和国际社会一度共同推动对话协商 解决各方关切 谋求共同安全 同时中国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拱火调游 停止向中国脱祸推责 停止鼓吹 鼓吹今天乌克兰明日台湾 主要是美国众议院的困难 因为美国众议院主要是由共和党所控制 所以包括特朗普在内的很多共和党人士 都是强烈反对这些法案 再付钱 九百多亿 去花这些钱 特朗普日前也说了 你不约的成员国 都付不够钱 拜托你买多些武器 美国不会 在没有回报的情况之下 或者没有附加条件之下 再乱复付钱了 斯托尔·弹佩格反驳 他说2024年 今年 18个不约成员国 应该可以实现到军费达到GDP的2%目标 今年应该可以了 你说今年可以了 你是不是真的做得到呢 都不知道 总之特朗普现在说不约做得不够 又在鬼打鬼 另外 北约的部长 应该是昨天 已经在布鲁塞尔开会 商讨各个国家的国防开支 弹药生产 以及援助会 等等议题展开讨论 也会为了7月的华盛顿 北约峰会进行准备 7月 现在2月尾 是为7月的峰会准备 7月才有重要的会议 未来几个月可能又拖得又拖了 所以 虽然欧盟说是通过了500亿欧元 但是 如果欧盟通过了付 但美国最后不付 我觉得欧盟也未必付 可能先保持 也不容易 所以现在 参议院通过了 众议院如果通过不了 又卡住了 扎连斯基当然是心急如焚 好了 美国众议院 议长约翰逊就说 他近期 短期之内 绝对不会将援助 乌克兰 以及以色列这些法案 提交到众议院 他都不会提 提也不提 不要说通不通过 为什么呢 他就说 其实我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 因为今年1月通过了 美国政府 一个临时发案 一个临时开施法案 令到美国政府不需要关门 这个临时法案 就在3月到期了 即是说 如果这个法案不再延期的话 部分美国政府的部门 就可能在3月1日就关门 所以 关于2024年的财政预算 约翰逊说 现在我最重要是谈这些事情 确保美国政府可以运作 你这些订财 你这些订财 花钱去援助 很难 这个议题 我不会谈置 你不要想着我们 众议院会谈 更加不要预期 会尽快通过 那么就估计呢 就是可能 拼得来呢 可能也要到今年 这个月尾 28日左右 国会才会再开会 到时可能才急急会通过一些临时法案 就避免美国政府关门 又是每一次都拖到罪民水 相信这次应该也是好像以前那样 就是美国政府关门而已 应该就每一次都可以通过一些临时法案 增加撥款 就顶住先的 那就 应该可以避免美国政府关门 这个就是 众议院议长药幸迅 现在要做的事 所以这个 援助乎一兰这个法案 参议院通过了 我相信真正实行的机会 都是很未来的 暂时都很未来的 好 接着就想说最后一个题目 想说一说 国内 我也很喜欢说一说 电影票房这件事情 我就想说 国内的电影票房 到现时为止 就是两三日前 就已经出来了 春节期间 票房 就已经去到46亿 人民币 就是2月10日至17日 这个档期 已经接近46亿元人民币 包括预售票 因为今天是 今天是16日而已 包括2月17日 的预售票 现在已经去到46亿元人民币 其中 No.1票房 就是这一套 热热滚当 票房 大概是16亿 16亿人民币 第2名就是 飞池人身 飞池人身 飞池人身2 加个2字 票房大概是14亿 就是热热滚当16亿 飞池人身大概14亿 第3就是 洪出没 逆转时空 那这个就是 飞池人身 外语片 应该是 那他就是8亿 差很远 就是 各产片 热热滚当 接近16亿 飞池人身2 接近14亿 是拨了出来的 那我今天想 集中讲讲 最劲的那个戏 热热滚当 热热滚当的女主角 就是贾玲 就是这位女士 贾玲是 自编自导自演 故事就是说 贾玲是一个超级的宅女 他去到戏里面 就叫做 洛盈 洛盈大学不业之后 就自我封闭 远离社会 但是 就弄到自己 变成了一个 身材都相当 勇肿的 女士 好像这一幅 电影的插图 他这里写着 很漂亮 三个字是什么意思呢 就不是说他自己漂亮 而是他在街上停留的时候 经过看到一些 很漂亮的女生 经过 他认为赞的那些女生很漂亮 他当然觉得有点自卑 他自己是 120公斤重 120公斤是说什么 260磅 都挺重的 如果女士来说 好了 这部电影 有一个主题 有两句说话 就是什么 就是这里 人生 就只有一次 就必须赢 第二次 根据这两句说话 在电影中 这位乐营 这位女士 身材肥胖的女士 就决定 做一些突破式的事情 如何突破 就是不断地跑步 不断地 就是希望可以将自己 变为一个拳击选手 他就是 纳赐减肥 就是由120公斤 是减到 减到大概50公斤 就是减到剩下大概70公斤 从而可以变成一个拳击手 好 这部电影就环绕了这个主题 就是说他是怎样减肥 怎样 凭他的强大的意志力 强大的意志力 可以做到这件事 也很夸张 你本来120公斤 减到只有70公斤 瘦身50公斤 减了三四成的体重 其实也很重要 那就是 贾凌这个导演和女主角 他就拍完这部电影之后 回到他的家乡 湘阳城 他是湘阳城出来的 他说这部电影里面 很多是有 拍摄到家乡的镜头 包括湘阳的公交车 体育馆 以及在影片的尾部 也出现了湘阳的著名的牛肉面 所以他也很开心 可以拍这部电影 回到家乡 做过一个 试影会 即是 一部电影之后 有一个见面会 可以与影迷去见面 我们看到 如果看回那些 电影的一些插图 我们也看到真的很厉害 你看看 刚才 这部电影的 poster 你看到 贾凌是一个肥妹 他在电影后期的poster 已经变成了一个 满身肌肉的拳击手 你想一想 整个过程是多么夸张 他在电影里 原来他一直拍摄这个电影 过程他真的是减肥 他本来真的是这么肥 然后 就减到是这样 在电影拍摄过程 在过去的一年 他在过去的一年 真真正正的 由120公斤 减到70公斤 减了50公斤 这是一个相当 励志的故事 所以为什么会 这么受欢迎 现在 票房 已经超过了 刚才我说了16亿 现在已经超过了22亿 22亿 22亿 他在斗反平台上 已经有32万7千人 将这套电影的评分 平到8分 那么高分 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 正评 很多人对这套电影是正评 所以希望 香港也有机会 我们 遲些会看到这套 热滚当 不过医生就说 减肥 减到这么快 其实也很危险 所以一定要 很小心 所以最好如果你真的减肥的话 减20%的体重 就差不多了 你再减超过20% 其实是很容易出现 其他的 例如低血糖的反应 减了太多 可能 就去到极端 就是你减肥 减少吃东西 最后一个极端就是 厌食症 减到不想吃东西 这就大件事了 所以 医生 就说 你看这套电影 没错 这套电影是一个相当励志的电影 但是也要小心 你真的不需要 不要盲目去学了一个女主角 在这么减肥 因为减肥 不是那么容易的 也真的要小心去处理 要 譬如医生 或者是健身教练 看着你去减肥才行 在健康那里 要小心处理 就算是 减少吃东西 你可能是减什么 可能是减肥 很多人 就是会知道 例如减面包 减面 减饭 小吃多餐 多吃水果 蔬果 还有 肉 是可以的 但肉 也是 蛋白质 其实 吃蛋白质 不是那么肥 最肥的就是 碳水化合物 当然要配合 运动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讲究的一个学问 不是那么简单 希望大家看完电影 就不一定要学他减肥 而是学过电影所说的说话 就是人生只有一次而已 所以人生就需要赢 是赢第二次 是需要赢第二次的人生 所以大家 就不要 只是看减肥这件事 而是 消化这句说话 人生就只有一次 赢是要赢第二次 赢一次不够的 要赢第二次 如果 有一些 发展到 比如说 已经变成了一个 身材臃肿的 女士 你是不是想赢第二次呢 赢回一个 健康 秒跳的身材 或者一个 充满肌肉的身材 重而 做一个拳击手 这个是一个例子 这个是斗志 我们其实人生有很多目标的 可能你有另一个目标 也不一定 你会不会去 Anthony 会不会去尝试 赢你人生的第二次呢 看这部电影才说 会吧 好 我们一起努力 大家好 巴士的步除了在YouTube有片看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 石楼台都有片看 有网友说 想订阅石楼台 看独家内容 但是不太知道网上订阅怎么做 我们特别安排了客户服务热线 如果有关于订阅或者使用问题 欢迎你联络我们 你可以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3800 3610-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例如10分钟看中国 是其他媒体比较少说的 中国新闻时事分析 另外石楼台 独家发布的《鹿语人金融hi-t》 财经节目 已经推出了文字版 除了看视频之外 你还可以在石楼台 看鹿语人的文字版 石楼台欢迎全球观众订阅 在互联网搜寻巴士的步 去巴士的步网站 就可以找到石楼台 希望你们都支持巴士的步 订阅石楼台 谢谢大家 直播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